大家好 欢迎光临中正评测 这些是在我们产品的开箱的间歇中 迅速的开车一款组装机 这些是完完全全是我自己对产品的认知 完全不管不顾所有有可能的飞翼和抹黑 完全从性价比角度出发做的方案 从CPU开始就性价比了 是一个锐龙的R5 3600 6核12线程 CPU是散片 但是是正规的散片 MD官网是可以查到的三年保修 主板是技嘉的B450MSRH 供电的是4加3一个M2口 两个内存插槽是正规的公包 也是三年保修 华硕的RTX2060大家知道的 我们4999开车的那款也在用 也是公包金属的背板 三个接口两条热管两个风扇 还是正规的三年保修 硬盘的是悉数的SN550 500G 五年之宝 悉数官网可以查到序列号 内存的是海德船的8G3200两条 就16级双通道 这个是有包装的 但是我们没必要去包了 海德船跟我们讲说是亏钱 不接新的订单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开车的后期 有可能用直骑 有可能用金士顿的hack神条 这样去代替电源是我们已经用了几千个的机家的500瓦的铜牌 大家反馈还不错 12伏呢是38安上2060S也是OK的 会送三个采光的风扇 如果不喜欢有光可以换成无光的 跟我们客服奖运行了 硬盘的是必须上一个散热片的 CPU散片省下来钱用在这个上面了 玄冰400 凉光板四根热管 机箱和我们前面开车的那款是一样的 还是这个大水牛前面的网可以很容易拿下来 然后装两个风扇 侧板的是真的玻璃玻璃拿掉以后 电源下置顶部和背后都有风扇位 机械硬盘位在这个位置 我们三个风扇的前面装两个后面装一个 顶部是不装的 我们平常装机的过程 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看 这些就是公包的主板和显卡 这些也是像这打开以后是这样 也有一个三年的保卡 选宾400是四条热管直触的 硅脂千万不要多一点点就好 还在传的复仇者是有这个马甲的 大家平常尽可能不要拆装这个CPU 否则很容易导致损坏 西数蓝盘的温度是比较低的 有兴趣呢大家也可以到西数官网去查一下这块硬盘的许列号 装好了散热片的样子 大家电脑一定不要在电源和硬盘上省钱 电源线这种小细节 大家平常也要注意的 这是一个史安的 要说声不好意思 我只在前面板装了一个风扇 背后一个风扇点亮的样子看一下 侧面再看一下装上玻璃侧板的样子 再换一个角度显示器呢 还是这个菲利普的272m8 144赫兹一毫秒27英寸 在我们工作号领100块钱圈以后呢 是1199的价格 就等他的系统了 更新一下主板的bios 这两个海盗船的内存的颗粒是三星 华硕的这个显卡呢 2060我们上一期4999开车的那一款已经展示过了 硬盘的规格型号 我也截图了 放在工作号里 刚刚稍过bios内存的频率呢 我现在手动调整3200把XMP打开就行了 3200呢是MD比较理想的一个频率 延迟呢也不算太高 那74纳秒内存的带宽呢是45G每秒 缓存的速度和延迟也都是OK的内存的时序呢 是默认的状态 没有调 所以这些跑分的都会放在公众号里 大家可以到公众号来看 我把时序调成了16181835速度 比刚才略高了一点点 这是这个蓝盘的跑分有点高啊 我一盘看高低呢不是看总分 也不是看第一个是第二个4K 刚刚的iSSD呢是只是跑缓存区的速度 现在呢就能模拟出他实际的性能 我跑的是200G的混合模式硬盘的最高温度是49度 出缓存以后写入是449兆 这个跑分应该有概念吧 1539分和24102分 鲁达斯的跑分443000分 CPU144000分 显卡24万分 我现在没有断网正在更新steam 是在这种状态下跑的3DMark3DMark的跑分 CPU是6530分 显卡是7310分 断网以后再跑的话CPU是7170分 显卡是7517分和以前一样的设置 剪一个10分钟的视频 先用CPU去剪剪片的时候 CPU的温度是62度3.84G90瓦 跑完了用时3分23秒 也就是203秒 比我们刚刚开箱的Y7000和Y7000P的I7略快一点 购选了GPU加速 可以看到左下角GPU已经跑满了GPU加速以后33秒完成 常规的烤机环节现在3.84G90瓦温度呢67度 玄冰400压这个90瓦的CPU完全没问题的 所以我就直接双烤了双烤CPU的温度是75度3.77G90瓦 显卡是150瓦1.845G71度环境温度是23度 噪音是50分贝双烤是插线板上是292瓦 这是一个额电500瓦的铜牌电源 肯定是够了 橘子又安装不了了 绝地求生的花枝设置呢是最高了 非常感谢弹幕 我设成了手动对焦跳伞的过程中是180帧左右 下落的过程中是130帧左右落地以后在室内是160帧左右 在室内不动是150帧左右CPU占用42 4.1G的频率 前面有飞机应该会有降落伞一般降落伞都是我的 在野外跑的帧数在一百三十几帧重复一下 现在是最高的画质这往下看一看超高降落伞就在我正前方 现在帧数是150帧左右 我已经看见了果然死了 印象联盟最高的画质300多帧在地图中间是260帧 这个游戏呢和很多游戏不一样 他探索了黑屋以后黑屋又会再回来呢地上像这些宝物你是捡不起来的 所以像这种游戏呢还是有待优化 你比如说暗黑啊 你可以把这些木头都可以打碎 但这些木头都只是一幅画而已 找到怪物了 不行打不过他 我可以反复来的呀 但那他血好像又满了 这个游戏还是很危险的 像这种地方稍稍有点虐这个机器 占地5在安装 守望先锋在安装 务师三刚刚装好 整个系统的占用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守望先锋又忘了密码了 务师三的画质是最高 在阳台上帧数是90帧 100帧83帧 这样子可以感觉到他比较流畅 可以跳楼了 很好 战地5要下载一个多小时 我刚刚正在回公众号 发现这个游戏关注的人还是蛮多的 画质的设置呢已经是最高了吧 这算是帧数呢 现在是107帧 这个时候有108帧109帧 是不是应该这个帧数啊 整个过程中啊还是比较流畅的 好像有点暴力耶 很多年间快个3有一个火箭跳 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这个好像也可以 真厉害啊 终于下好了 载入游戏的时候呢 CPU会高负载 内存也会提高 游戏的画质设置呢 该拉到最高都已经拉到最高了 同时呢 DLSS打开了 光追也打开了 这个位置呢是七十几帧 CPU是4.1G 显卡是1.86G 在这个位置呢 70帧左右战斗完毕 这个位置 随便这个位置呢 现在八十几帧 90帧左右 我马上呢会关掉光追 再来试试看 帧数 用这把枪 帧数就会高一点 您看了 同样的这个位置 现在是123帧 还是这个位置 97帧 在这个位置145帧 还是同样的位置 同样的场景 开不开光追 会相差三四十帧 这期开车呢 算是非常见缝插针的 整个机器的性能呈现呢 应该算是比较完整了 生产力工具的话 CPU没有上线的 那作为游戏的主机来说的话 3600已经彻底足够了 内存的16G双通道 又是3200 基本上也不是瓶颈了 缺点也是有的 主板是4加3的供电 我不建议上更高的CPU 电源技嘉的铜牌 我们正常上2060S也OK 玄冰400压这个90瓦的CPU 封到结构前后贯穿 刚才双考大家成绩也看得到 最关键的还是价格 我们也是各种谈价格 压缩成本去谈资源 最后我们开车价格呢 是4990 主张机呢 有两种挣钱模式 一种是正在明处 一个是正在暗处 我想我们这种配置 我们这种模式 应该彻底的做到正在明处了 最后有一个运费 运费呢 我们默认发顺丰 或者德邦会预收99块钱 多的话我们退钱 不够的话 我们贴图文的内容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的公众号是YZZZDN 大家知道呢 我们正在开车 另外的四款机器 分别是2899 3799 4599和4999 今天这个机器呢 还有一个变种是把显卡 换成1660S 如果你不玩光追的游戏 这样可以省掉500块钱 就是4490 我们今天演示的这个 菲利普的27寸的电竞显示器呢 在公众号领过券以后是1199 24寸的领过券以后是999 找我们呢 可以在淘宝的首页 搜中正评测官方店 可以找到我们 如果自己有一些什么小调整呢 可以跟我们的客服联系 也可以自己带着自己的方案来找我们的 最后是演示机的折架 这个机器不介意被我使用过 有一定的使用痕迹 我会按照4990送一个机械键盘 再加一个逻辑的鼠标 机械键盘是这个轻轴的带背光的 这个呢 是一个逻辑的G102的鼠标 要强调一下 这是真机械键盘 不是机械手感键盘 我们的网店里面有一个回血的链接 这台机器就在里面 英特尔桌面板的10代CPU 我们很早就到货了 但是相配套的主板呢 只有Z490 这样搭配的是不合理的 过几天呢 我们会到B460的主板 这样搭配i5的10400才是最合理的 到时候呢 我们会用这个CPU和这个主板一起来开一波车 6月1号呢 我们的乐贝店呢 也会做一波活动 R7000 Y7000 各种产品呢 也都会在一年延保的基础上 我们会再送三四百万元左右的赠品 也欢迎大家关注 乐贝店的地址呢 也会放在公众号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